就是当局长的时候 那时候就几乎每年要有 五六次的机会 要跟李光耀先生见面 那么他提的问题 他一新的想法 我同意的话 我说好那我去执行 我不同意的话 我说对不起 我觉得这个不是个好办法 你还直接的跟他说吗 因为他这个人是一个 高度理性化的 那些我不同意的 他几乎全部接受 当面接受 很了不起的一个人